该剧主要讲述的是李穆佳、田荣、吴建秋 这三类性格迥异的女性 在面对事业与爱情的考验时 做出不同抉择 最终获得爱与成长 实现各自价值的故事 在剧中 李穆佳可以算是非常幸运 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就拥有了一个在吴建秋身边做实习生的机会 因此 很多同事都觉得李穆佳是关系户 毕竟李穆佳能力不强 学历一般 根本不符合金达律师的录取标准 而李穆佳是一个欲强则强 逆水行舟的人 他不在乎同事对自己恶语相向 只想快速提升自己的能力 来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为此他工作拼命 哪怕被人羞辱 依旧选择单枪匹马去找雕总 最终李穆佳用自己的勇敢 真诚打动了雕总 成功帮助吴建秋拿下项目 在北方置业这个项目中 李穆佳除了自身努力坚定外 他还有几分运气 要不是那几个小混混胆想 李穆佳估计还要赔上自己的性命 别看李穆佳在目前剧情中 事业蒸蒸日上 终有一天他会因为自己的鲁莽和耿直 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后期剧情中 李穆佳将面前跟男友分手 事业受阻的情况 虽然李穆佳家境贫寒 学历一般 但是他积极乐观 勇敢真诚 很受客户和上司的青睐 再加上吴建秋的指点和提拔 李穆佳最终肯定会逆风翻盘 但是他太过耀眼 自己也不会收敛锋芒 迟早有一天 会被小人所陷害 而这个小人极有可能是范华鹏 怎么这么说呢 范华鹏本身就自私自利 小肚鸡肠 好高悟远 见风使舵 只知道享受田荣保姆式的服务 却丝毫没有给予田荣应有的女友名分 而李穆佳作为田荣的铁杆闺蜜 早就看不惯范华鹏了 因此范华鹏和李穆佳 极有可能因为田荣的存在而结仇 再加上范华鹏又很嫉妒李穆佳被吴建秋重用 于公鱼司范华鹏都不会给李穆佳好脸色 在后期剧情中 范华鹏极有可能联合对手公司 白李穆佳一道 那么谁能帮助李穆佳渡过难关呢 一 吴建秋 首先吴建秋是一个是非分明 致人善用 开始通透的上司 他明白李穆佳的为人 也选择相信李穆佳 而李穆佳尽管能力有所提升 但是论谋略 他远远不如吴建秋精明 因此吴建秋极有可能成为李穆佳的军师 跟李穆佳联手设局 逼迫范华鹏露出马脚 最终吴建秋轻而易举拿到证据 保全李穆佳的清白 2.小赵总 在剧中 小赵总很欣赏李穆佳的坦诚 认真 负责 久而久之 两人便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不过小赵总毕竟是一个商人 他吉便很喜欢李穆佳 也不会主动降低自己的姿态 如今李穆佳落难 就是小赵总出手的最佳时机 以小赵总的经济实力和职场人脉 完全可以给李穆佳提供帮助 3.黎明 虽然黎明和李穆佳的相处充满了误会 但是黎明嘴硬心软 风趣幽默 早已对李穆佳暗生情愫 再加上他很看好李穆佳 于公于私他都会及时伸出援手 4.北方智业老总 北方智业老总是小赵总的儿子 他之所以会出手相助李穆佳 一是为了助攻儿子 而是想利用李穆佳牵制黎明 按理来说 李穆佳落难 最应该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丁之谈 毕竟丁之谈是李穆佳的男友 肯定不会让女友受委屈 不过他能力有限 只能口头安慰李穆佳 再加上丁之谈害怕李穆佳飞得太高 便想借此机会说服李穆佳离开金达律所 最终李穆佳身心俱疲 跟丁之谈提出了分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